是因为现在高考结束要开始填报志愿了 肯定有很多的同学想要去为自己找一个新型的学校 然后去学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 但是呢事实往往是残酷的 就好像很多人都喜欢摄影摄像 但是有很少有人可以去填报摄影摄像的专业 因为那毕竟是一个艺术生的专业嘛 如果你是普通文化课的话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报考这种专业的 那今天这期节目的内容主要是 如果你不能够去报考摄影专业的学校 或者是摄影相关的专业 那么你在大学的四年过程当中 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学习摄影 以及不是科班就不能学好摄影吗 等等这样的话题 那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朋友里面 有没有现在正准备要报考志愿 或者还没有上大学的同学 如果有的话我希望弹幕可以发一下 让我了解一下 另外如果你现在正在读大学 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年级发一个弹幕给我看一下 这样我可以根据大家的受众情况呢 去针对性的做一些更加稍微入门基础的课程 好了回到正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不报考影视专业是否能够系统的学习摄影 那我这边的答案呢是可以的 那第二个问题 怎么样才能在大学里面系统的学习摄影 那我们就开始认真的讲述啊 首先在大学里面 如果你学的不是摄影专业 你又喜欢摄影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我应该怎么样去下手呢 这个地方其实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遇到的困惑 主要是你在考虑 要不要去报学校里面的社团 比如说摄影社啊 什么电影社啊这种 那在我个人的观感来看的话呢 这个东西是比较模糊的 那你是否要报 需要根据这个社团 它是否靠谱来决定 那它的靠不靠谱 是怎么样鉴定的呢 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摄影协会 或者什么样的会长 或者是什么主席之类的 他们的摄影水平怎么样 是否可以达到你心目当中所理想的状况 另外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社团里面大部分人是不是真正的喜欢摄影 而不是那种什么什么出于我想要装个逼 我想要就一时兴起加入进去的 以及这个社团会不会定期的组织外拍活动啊 会不会组织摄影摄影的讲座呀 会不会去把大家的摄影作品弄起来去分享 如果这些都满足的话 那我觉得就可以加入 那如果这些都不满足的话 那我就觉得你还不如去自学 那在选择完成这一步之后 那么应该怎么样去从头开始学习摄影呢 其实我在之前的一些片子当中讲过 摄影其实没有必要去买那种 之前你学摄影都会推荐的 什么纽约摄影教程 纽约电影学院摄影教程 其实那个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他讲的很多都是以前胶片时代的东西 那放在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参考家人 反而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 那学摄影的话其实非常简单 你需要去网上找一些系统知识 先把光圈快门 ISO以及相机的镜头焦段搞明白就可以了 然后你花一点点的时间 研究明白这个相机应该怎么用 再之后 你就可以先凭你的感觉去拍照 那至于拍什么样的照片 你可以去网上找一些大师的作品 或者是一些你喜欢的博主的作品 先学摄影 去照着他们的作品去模仿拍摄 不要觉得这是抄袭 大家在 因为大家在平时的练习过程当中 你需要去不断的模仿 这些模仿会了 你才能找到自己一个拍摄的思路过去 那这样是一个套路 那在长期以往模仿拍摄的练习当中 你肯定会有收获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感悟 然后到最后你就可以去拍出你自己想要的作品 那可能很多同学会问我 那阿木在大学里面 应该怎么样去约拍呢 其实我觉得约拍这个问题 就怎么样去约到妹子过来拍照 其实是一个非常玄学的问题 像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我跟小安不是在同一个大学上的读的书 但是并没有妨碍 我在大学里面经常的隔三差五的就去约妹子出来拍照 虽然说这个小安天天跟我抱怨过这件事情 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呀 因为你想要学习拍人像 那你肯定就要不断的拍妹 不断的拍妹 不断的拍妹 这样你才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 那拍妹首先来讲的话 以我个人经验 先从身边的熟人开始下手 比如说你班里的同学 或者是你隔壁班的同学 然后你觉得他长得很漂亮 你想给他拍照的话 不用不好意思 大胆的开口 大胆的约出来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信心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给你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小窍门 你可以组织几个都喜欢摄影的同学 然后一起去约拍 然后这样的话 可能比你个人约拍的概率要大一点 但是这样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多个人约拍 就没有一个人去约妹子 可能把妹子变成自己女朋友这样的事情 就概率要小很多了 这个地方开一个玩笑 就是约拍的时候 不要抱着什么很那个的思想 就是去练习拍照 你可以去找一些好看的景点 甚至是学校里面的操场 草地 树林 湖边 都可以去拍照 然后你还是按照我刚才的方法 去借鉴很多大神的拍摄手法 要去模仿 然后就可以了 因为我大学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因为上课的知识只能给我打一个基础 我大量的实践经验都是靠我线下疯狂约拍拍妹子而得到的 那当你在基本构图什么都摸索熟练了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研究后期 那研究后期的话 你可以去B站上面找一些摄影的博主 比如说托马斯老师的课程就非常非常的好 他主要是教风光摄影 你可以去照着他学习一下 那其他一些影像风格的调色 你也可以去找相关的案例进行学习 那这是我认为个人来讲一个非常高效率的学习方法 比你自己去看书肯书本要好的很多 因为在摄影的这个行当里面呢 其实实践比理论知识要重要很多 当然不是说理论知识没有用啊 理论知识也非常的有用 但是关于理论知识是很难很难拍出好看的作品 所以说不如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拍摄上面 如果你喜欢拍人像的话就多去拍拍妹子 如果你喜欢拍风景的话 那你就多拍风景 但是拍风景比较难 因为各位同学在上达学期间呢 很难有机会去真正好看的地方取拍 所以说我还是觉得拍妹 是快速提升你摄影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至于街头摄影人文摄影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锻炼你拍摄思维的东西 但是相对来讲街拍是比较枯燥无聊的 这个地方根据大家的喜好去取摄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 所以说我给出的建议还是拍妹 因为拍妹是最直接最有效 因为当你把身边的这样的妹子们都拍完之后 你发现我的技术感觉好像还不错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去什么校园贴吧里面约拍 或者是直接去那个让朋友介绍 或者是怎么样 你就可以约到更多的妹子 这样可能你拍拍拍来拍去拍来拍去 你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名称就传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拍照特别好 然后你就不用担心没有妹子来找你拍照了 那你也不用担心你没有素材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拍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资源积累 因为你肯定不会光满足于去拍照片对吧 那当你拍照片拍够了之后 你肯定会想 哎呀我想要拍视频 那拍视频相比于拍照片来讲 难度肯定是迅速的上升的一个台阶 那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先去补一下理论课程 比如说远全中近特推达摇移更生降 还有这些什么拍摄的格式什么运镜 那这些方面的内容去哪里学习呢 点开B站关注一期一会 就是关注我 然后我的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摄像教程 开玩笑 不过我有很多基础的课程 我觉得对于刚刚开始学摄像的 你肯定是有很多帮助的 那在学习完这些之后 就要开始实践了 那这个时候你在之前拍照片的时候 约过的那些妹子就 变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 你又可以去找妹子来拍摄好看的文艺短编 或者是拍一些好看的当地的旅拍 一些体验的Vlog都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如果你约不到妹的话 那你只能拍什么 你只能去拍延时摄影 你只能去拍 呃 只是很枯燥很无聊的东西 当然延时摄影也很好啊 但是肯定没有拍妹出来的效果好吧 而且现在正经啊 正经点正经点 现在来讲的话 那文艺短编肯定是需要一个模特的 那城市旅拍 包括以后的旅拍都是需要模特的 那这个时候 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 嗯 学习摄影 最有用的一个地方 那你现在拍妹拍的熟练 那以后可以给自己的老婆拍吗 那再以后可以给自己的女儿拍吗 是不是一举好解答的事情 而且当你能给自己老婆拍出好看的照片 给自己女朋友拍出好看照片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说哎呀 老婆我要买一个新的相机 我要买一个新的镜头 你还愁这个财政大全部给你拨款吗 那你天天去拍延时摄影 你天天去拍街拍 你跟老婆说 哇老婆我想买一个广告镜头去拍星星 你跟老婆说 哎有这个钱为什么不给我买一个LV啊 那如果你会拍妹的话 那这个哎老婆我看到一个镜头 这个镜头拍人像特别好看 这什么大光圈851.2 老婆真的吗 那买 是吧 当然现实是这样的 那当然这是理想的情况 具体能不能把这个钱拿到手 去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OK这是一些比较好玩的拍子技巧 那下面说正经的 那你在大学的时候 如果你只仅仅想要拍着玩的话 那你根据我刚才这一套流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的技术变得特别扎实 你想要拍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那光拍这些是不行的 那你还是要开始练习 以影像为例来讲的话 你就要开始写拍微电影啊 那拍微电影的话 你先写一个剧本 然后把这个剧本变成脚本 如果不会写脚本的话 可以看我以前的节目 也教你怎么写脚本 那把脚本写好之后 你可以在身边或者在学校里面 找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差不多三到五个人左右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摄影一定要抱团 才能互相的发展起来 如果你一直是单打独斗的话 其实很难把这个东西玩好的 那当你组建出一个小团队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着手的拍摄一些微电影 比如说分工就可以很明确 导演摄像包括录音师 包括灯光师 这些其实非常有利于你去把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个拍摄流程 以及拍摄职位梳理清楚 这是在大学里面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地方 因为毕业了之后 你想要组一个团队去玩摄影 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大家都有家有室友 工作要挣钱要生活 哪有时间跟你去组团玩摄影啊 只有在大学的时候 你有大把的青春可以去挥霍 可以去试错 可以去犯错 可以去玩耍 所以说组建一个自己的团队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你就可以拍摄微电影 你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大学生电影节 或者是大学生广告的活动 比如说什么学院奖 大广赛啊这样的活动 你就可以去拍一些创业广告 你们的小组可以去投稿 然后获奖 然后去看更多更好的作品 来提升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拍摄水平 那当你觉得这一套都玩得很溜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研究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 比如说拍点比较有内核 比较深层次的试验性电影 这个前提是你一般情况下已经玩得很溜了才可以 如果你连一般的东西都拍不出来的话 就不要去拍试验性的东西 这样对你的创作是没有好处的 那拍试验性你就可以开始学做特效 学做一些转场 学做一些更复杂的运行 那学特效的话 你也可以看我的频道 我频道里面的特效都非常简单 特别适合新手去学习 那这些都学完了之后 我觉得你可能也已经到了大三大四这样的一个年纪了 那到大三大四之后 可能你要面临的就是找工作的问题 那可能就会纠结 那我到底要不要去找一份影视相关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是你人生的一个分水令 这个就很重要了 首先 如果你在学校里面的表现特别出色 你的电影作品 你的微电影作品 都屡屡拿火一等奖金奖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你有这份才华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去找一个剧组跟组 或者是直接找一个去北上广 找一个4A公司 TVC的公司去当实习 这样的话 搞不好以后 你就是行业里面一个冉冉升起的信心 但是如果你只是觉得 我的爱好可能一般我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然后我也并不是特别的去 想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我自己吃饭的饭碗 那我就建议你该干嘛干嘛 就把摄影当作自己的一个爱好就培养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行业挺火的 我不太喜欢从事我自己的专业工作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要入行的话 那你在当地就 可以找一些小广告公司 或者是去找一些电影剧组跟组 然后去磨练自己的水平 因为你总是会有一年或者半年的实习时间 你可以用这半年的时间或者一年的时间去试错 在你人生当中可以试错的机会为数不多 这可能是你最后的几次机会了 你可以用一年的时间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试一下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你就留下 如果不喜欢的话 就趁早赶快转行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上面 好了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主要是 主要是给 现在还在校大学生的朋友 一个这样的职业规划 或者说你人生的一个进程规划的一个小小的建议